如果说特别之处的话 就是我们的 passion 跟执着 我们希望让大家更了解 什么是精品咖啡 认识更多不同产地的国家的咖啡 观战是实在是太多咖啡品了 可是这家呢 我是强励推荐他们的咖啡还有甜点 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现在我尝试一下他们的那个 pesto这个地 有些人接受不到它的那个pesto味道 因为它很酱雷茶 可是对我来说是ok的那个pesto的味道 现在呢我try他们的咸蛋 spaghetti 你看它有seafood 那个咸蛋呢 它们是pure的咸蛋 它不是好像instant的咸蛋做出来的 所以刚刚一来的时候那个鲜蛋的味道是 逼而来的 真的很香 吃一下 真的好吃 然后我这样try它的啦啦 你看它的那个虾都很大个 它的啦啦很新鲜 它不会有好像还刚捞上来有那个沙 一粒一粒在里面 不会也洗到很干净 现在呢我现在介绍给大家是那个 egg benedict 然后它的最特别的是它的那个dressing for 那个salad 它呢是用醋vinaigal来做那个dressing的 那我就现在跟它切下去 哇看到吗看到那个 那个egg 它很 很好吃耶 那个鸡蛋好像直接融在你的嘴巴里面 很棒 而且面把背部也很硬哦 它害你们的味道也是很香 现在呢我介绍给大家的是pancake 他们的pancake 然后我先倒那个cani下去 哇 很好吃 为什么那么容易吃到有一点 chorn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那种 玉树树的味道 我的甜品终于到了 我等这个纪念很久了 OK 现在我们尝试它的那个lava cake 看到吗 哇 我尝在一口 喜欢吃鱼茶的朋友 大家去推荐给你们 我们try它的churros 这churros是他们自己的秘方调出来的 然后我点它 我现在 听声音啊 因为它们用自己的秘方舟 所以它有可能跟外面的全部都是很特别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感觉到 脆 那一丸 只是它又不会 很难咬的那种脆度 不错 现在呢我介绍给大家这个甜点 它叫什么 它其实不是蛋糕 它是焦糖炖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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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面是焦糖的关系所以它会甜 现在我尝试他们的 鸡瓶咖啡 这是手泡咖啡喔 对那些 没有经常喝咖啡的话 应该会有一点怪 所以我现在 要尝试一下它的味道 而且它没有放糖是纯的手泡咖啡 就是它里面的味道 全部是纯的味道 它有点苦 有点酸 甜到是没有 可是它不会苦到好像很苦很苦这样 不错 我是Hawk 我是普尔舍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一开始是因为 我学喝咖啡了 但每次回来宽战就找不到 这瓶咖啡喝 所以我们就 想既然等人家做 倒不如我们自己做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我们就开一间做这个 金瓶咖啡 想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金瓶咖啡 而我带他就刚好就是他喜欢做 甜瓶 所以我就一拍几合就 成立这间 Four Shop 或者可以来试下我们的 甜瓶 因为我们的甜瓶都是 尽可能做到就是用 天然的材料去做 让你们就算吃甜瓶 也是比较健康 感谢吃甜味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已经打开小铃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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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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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